黎家与丈夫刘成结婚五年,不孕不育,但是一直怀不上孩子,去医院检查后,发现两个人身体都有问题,所以很难怀孕。 黎家曾与刘成提过,实在不行的话,他们去领养一个孩子,等将来他们老了,也有个人可以照顾他们。 但刘成不同意,他说毕竟不是亲生的,万一养了一个白眼狼怎么办,于是黎家也就打消了领养孩子的念头。 一天,刘成来到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黎家身边,冷不丁地开口道,老婆,我想了想,我们还是养一个孩子吧。 听刘成这么说,黎家一脸疑惑地看着他,之前不是不同意领养吗?怎么现在又想要领养了? 只听刘成接着说道,你知道我们单位那个罗飞吧? 他跟他媳妇也是因为身体的原因,一直没有孩子,前不久他们找了一个代孕,给他们生了一个大胖小子,他两口子别提有多高兴了, 前两天办的满月酒,我去他家看到了那个孩子,真的特别讨人喜欢。 看到刘成说孩子的时候两眼放光,黎家心里也想要一个孩子,想着代孕也可以,反正孩子生下来就跟着他,肯定跟他亲。 跟刘成问清楚代孕的流程后,离家就同意了。 唯一让黎家不解的是,代孕的时候,那个叫吴妮的代孕的女生在怀孕期间要住在他家。 刘成解释说是为了方便照顾,金帕在外面万一有什么闪失。 接吴妮那天是刘成去接的,黎家本来想一起去,但刘成说他一个人就可以,让黎家在家等着就好。 刘成把吴妮接回家后就出差去了,据他说,这次出差估计要两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回来。 刘成这一走,家里就只剩下黎家和吴妮。 吴妮个子高挑,浓眉大眼,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很漂亮的女生。 黎家送走流程后,就安排吴妮住进了客卧。 第二天一早,吴妮在吃早餐的时候说,他住的那间客卧的光线不怎么充足,怕影响到孩子的发育。 黎家想着为了孩子好,就把主卧让了出来。 主卧与两个次卧之间有一条走廊。 走廊的尽头,黎家之前释放了一幅画,但吴妮看到后一幅女主人的口吻说,这幅画不好看,让黎家换一幅。 接下来的日子里,黎家看在吴妮怀孕的份上迁就她。 吴妮反而越来越过分,好像吴妮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,而黎家只是个保姆。 黎家给她做吃的,吴妮总是挑三拣四。 除了吃饭时间,吴妮一直待在卧室玩手机,黎家跟她说怀孕了要少看手机,吴妮也充耳不闻。 时间长了,黎家也有怨气,她就给老公刘成打电话。 但刘成说,要黎家让着点吴妮,毕竟吴妮现在怀着孕,让黎家再忍几个月,等吴妮把孩子生下来就好了。 渐渐的,吴妮的肚子慢慢大了起来,但吴妮每天都躺在床上玩手机,一动不动,连吃饭都是黎家给她送到卧室。 而且,每次见到黎家进来,吴妮都会快速地把手机收好。 如果黎家在房间里,吴妮的手机响再多声,她也不会接。 黎家提醒她,有人打她电话,吴妮都会神色紧张地说都是推销诈骗,电话,不想接。 而当黎家走出去,她又会拿起手机小声地和别人聊天。 而且一聊,就是到下一次黎家给她送东西进来才挂掉。 这天,黎家像往常一样,准时给吴妮送吃的进去,可吴妮并没有在床上,而是在洗手间。 这段时间可能是因为怀孕和长时间不运动的原因,吴妮现在排便有点困难。 黎家在房间里等她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,发现吴妮的手机微信响了。 吴妮可能是去厕所急了,她的手机并没有带进去或是藏起来,就随意地放在床上,而且还没有锁上。 黎家看吴妮的手机短信一直在响,想把手机递给洗手间里的吴妮,但当她拿起手机,看到短信上的内容后,差点气道站不稳。 黎家走到卫生间门口,使劲拍打着房门,吴妮,你给我出来,长时间的忍耐终于在这一刻爆发。 但在卫生间的吴妮过了好一会儿,才打开卫生间的门。 黎家,你这是在干什么?你吓着我了,我告诉你,你这样会吓着我肚子里的宝宝,万一宝宝有个闪失,你得负责。 负责,你肚子里的野种是谁的?难道你不清楚吗?黎家质问道。 面对黎家的质问,吴妮心虚了。 当黎家把手机丢给她的时候,吴妮知道事情瞒不住了。 但吴妮低头看到自己的肚子后,很快就镇定了下来,她现在是有护身符的,她怕啥。 于是她绕过堵在自己前面的黎家,走到床边坐了下来,说道,你都知道了,那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,你要是聪明,就主动离开。 没准浩哥看在你们曾经夫妻一场的情分上,会在跟你离婚的时候分你一些财产,要不,这些全都是我儿子的,你一个子也别想拿到。 听吴妮这样说,黎家怒急反笑道,好好好,我一个子都得不到是吧,那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对狗男女是怎么让我一个子都得不到的。 这套房子房产证写的是我的名字,是我的婚前财产,现在请你立刻,马上从我家滚出去。 听黎家这么说,吴妮慌了,她赶紧拿起电话拨给刘成。 没一会儿,说在外面出差的刘成就赶了回来。 刘成回来后,直接就在黎家面前跪下了,一把鼻涕,一把眼泪地请求黎家的原谅。 看到刘成这样,吴妮怎么都不敢相信,平时在她面前威风凛凛的刘成,在黎家面前居然这么窝囊。 黎家看到吴妮脸上精彩的表情,冷冷开口道,是不是没有想到,那我告诉你原因,她流程所拥有的一切,都是我娘家给的。 离开我,她流程就什么都不是,这样的男人你想要就拿走,我黎家不稀罕了。 吴妮一脸震惊地看着跪在地上的流程,可此时的流程只顾着求黎家的原谅,完全无视了她。 吴妮气急败坏地跺了下脚,转身离开了。 黎家看着眼前的流程,只觉得恶心。 当初她不顾家的礼的反对,选择嫁给她,结果换来的却是她的背叛。 终究是她眼瞎,识人不清。 原来,流程对没有孩子这事一直耿耿于怀,但她又不敢在黎家面前表现出来,心情一直很郁闷。 直到吴妮出现在她面前,经不住诱惑地她出轨了。 更让她没想到的是,吴妮居然怀孕了,这让流程高兴极了。 本来流程想让吴妮在外面悄悄把孩子生下来,谁知吴妮说想要她生孩子,就要住进她家养胎,还威胁她,如果她不答应就打掉这个孩子。 没办法,流程只好想出找人代孕这招,骗过黎家,让吴妮住进了家里。 她为了不让黎家起疑,吴妮住进家后就谎称要出差,每天和吴妮通过手机联系。 但只包不住火,还是被黎家发现了。 因为她是过错方,所以和黎家离婚的时候,她差不多是净身出户。 离完婚后,流程去找吴妮。 吴妮虽然嫌弃她,但却没有赶走她。 流程看着吴妮一天天大起来的肚子,心里虽然惋惜她和黎家的婚姻, 但是她想到能有个自己的孩子,也觉得值了。 离完婚的黎家,到处旅游散心,不用再因为生不出孩子而内疚的她,过得越来越好。 有一天,黎家开车在等红灯的时候,看到了一手推着婴儿车,一手拎着一堆婴儿用品的流程。 黎家冷冷一笑,其实她那天在吴妮的手机里,还看到她和一个叫强子的男人的对话。 从对话中,黎家知道吴妮当时怀的孩子并不是流程的。 而黎家并没有告诉流程,流程不是想要孩子吗?那她成全流程。 绿灯亮了,黎家发动车子扬长而去。 好了,第一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您的观看支持。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,复仇的儿媳。 羊水破了,我求婆婆送我去医院。 婆婆说,大事算过了,你这胎只能十二点过后生,才会是个男娃。 送到医院时,孩子已经被憋死了。 我侥幸捡回来了一条命,却前程尽毁。 后来,婆婆怀孕了。 生产当天,她死在了手术台上。 刚吃过晚饭,我正想下楼散散步,肚子突然传来一阵剧痛。 丈夫江涛在外出差,家里只剩我和婆婆。 我跌倒在凳子上,她听到动静从厨房跑出来。 婆婆显然有经验,一看到我的样子,便说,这是要生了。 刚说完的下一秒,她却突然变了脸色,坏了,这还没到时间呢。 我猛了,问,什么时间? 婆婆说,我找人算过了,你这胎只要十二点过后生,保证是个男娃娃。 我气笑了,但肚子越来越疼,懒得和她计较,快叫救护车,真要生了。 婆婆脸色不满,没动,你再忍忍,还有一会儿就到点了。 你当上厕所呢,这能忍住。 我气得脸通红,想骂人,却没有力气。 没打算指望她了,我硬忍着腾垢到了客桌上的手机。 刚解开密码,手机突然被抢走了。 我被婆婆抢手机的举动震惊了,急到,你干什么,你不打我自己还不能打了。 婆婆脸色清黑,我都说了,再等等,女人生孩子不就和吃饭一样? 你忍一下怎么了?要是生下来的是个赔钱货怎么办? 哪有奶奶直接骂孙女赔钱货的? 我张嘴正要开骂,突然感觉身下有什么东西流了出来,低头一看,是羊水。 孕期里,我没少刷怀孕相关的视频,现在离时二点,还有足足四个多小时。 如果真那个时候再生,搞不好会一失两命。 我慌了,开始求她,婆婆,我求求你,你快打电话,我疼得厉害。 看我放软了态度,婆婆脸色好看不少,我都说了,生孩子又不是什么大事,等你生了个大胖小子,你可就是我家的大功臣。 我不稀罕,但却只能忍着气哄着她打120。 唯一的通讯工具被抢走,我孤立无援。 一番劝说过后,婆婆依然无动于衷,我却觉得身体越来越虚弱,甚至感觉不到痛了。 脑袋渐渐昏沉,我感到了绝望,随后彻底失去意识。 再睁开眼,我已经躺在了医院,因为婆婆的耽误,孩子在肚子里就被憋死了,是个女孩。 我大出血被抢救了五个多小时,才捡回来了一条命,可却伤了身体,再也不能做剧烈运动了。 可我是个舞蹈家呀。 医院里闹哄哄的,婆婆拿着脚费单满脸不开心地推门进来,心疼着说,什么手术,也太费钱了,真是个败家媳妇。 我看着婆婆,平静地问,害死了自己的孙女,还断了我以后的前程,你满意了吗? 婆婆一听,火了,你矫情个什么,孩子在你肚子里,死了关我什么事,不就耽误了一会,谁能想到,就被憋死了。 她把脚费单甩在地上,怒瞪着我,我以前怀孕,还下地干农活呢。 你天天好吃好喝伺候着,自己不中用,保不住孩子,我才刚给你筹够了那么多的手术费,你倒反过来怪我来了。 婆婆一脸理直气壮,丝毫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。 我没有说话,续着力气等她走近,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,婆婆被打得摔到了地上。 她被打猛了,好一会儿才被反应过来的江涛扶起来。 江涛冲着我吼道,妈在做得不对,毕竟是长辈,你也不能动手啊。 我面上毫无波澜,却强忍着眼眶的酸意。 我被婆婆害得失去了孩子和以后的前程,现在不过是打了她妈一巴掌,她选择了站在她妈那边,来指责我。 结婚时的海誓山盟,她都忘了吗? 婆婆回过神来,气疯了,尖叫着向我扑上来。 我早按了呼叫铃,医护人员匆匆赶来,应我的话把他们两人赶了出去。 我拒绝了所有人探视,江涛和婆婆也没再来过。 出院后,我回了爸妈给我买的房子。 现在只要想到那两个人,我都觉得恶心。 第二天,我已故意杀人罪把婆婆告上了法庭。 收到律师函后,江涛找上了门,在门外吼叫,你他妈到底在闹什么? 怎么还把妈给告了? 我稳坐在沙发上看电视,丝毫没有要开门的意思。 江涛在门外吼了半天,声音渐渐没了。 这时,手机响了起来,我点开接听。 江涛,你给老子滚来开门。 啪,我挂了。 第二遍。 江涛,你在搞什么鬼? 没等他说完,我又挂了。 直到接起来的语气变得温和,我才冷淡着问,什么事? 江涛咬着牙,软声说,你别和咱妈闹脾气了,把案子给撤了吧。 毕竟是一家人,不要搞那么难看。 这话提醒了我,对,你带上证件,明天我们去领离婚证。 江涛气得说不出话来,你是一定要闹到这个地步吗? 我每天在外拼命地工作,就是为了你有更好的生活,因为这么点事,你就要和我离婚。 这句话打破了我对他仅存的一点爱,我直接说,你的工作,是靠我家找的,你如今的地位,全是靠的我爸妈。 如果明天你不来,我会直接让单位把你开了。 话落,我挂断电话,把手机扔在一边,任他在旁边震动。 为了江涛,我不惜和阻止我远嫁的父母闹掰,却没想到得了个这样的下场。 我抹掉眼角的眼泪,上楼睡觉去了。 迫于我的威胁,江涛如约来到民政局。 人来了,却说没带证件,要我陪他回家拿。 正好可以把行李给收拾了,我没拆穿他的借口,答应了。 反正民政局又不是只有今天开门。 江涛的工作使得他在亲戚面前被有面子,他不会舍得丢的。 所以我丝毫不怕他反悔。 到家之后,婆婆做了满满一桌菜,笑眯眯地招呼着我,说, 儿媳妇啊,妈仔细想了想,这是确实是妈做得过分,真的是对不住,妈给你道歉。 你就原谅我吧。 他满脸恳切,江涛也突然跪在了我面前。 他抱着我腿,哭了,媳妇,对不起,我前段时间真是太混账了, 妈做了那么过分的事情,我不应该护着他,你就原谅我吧。 我心里有些触动,我和江涛从大学开始谈恋爱,他以前确实对我很好,不然,凭他家的经济状况,我不会嫁给他。 我垂下头看着他说,你让我好好想想,看我态度松软,江涛笑了,站起来想要抱我,我就知道,老婆你最好了。 我拒绝了他伸过来的手,转身走回了卧室,我要休息一下,你们不要打扰我。 关上门,我就开始收拾东西。 看江涛和婆婆两人的态度,明显不会轻易放我走。 为了避免麻烦,不如先顺着他们的意,晚上偷偷走掉就是了。 不管如何,我一定要婆婆付出代价,至于江涛,看在以往的情意,我可以只和她离婚,就不找她麻烦了。 东西很多,我把主要的贵重物品放进行李箱,静静地等待天黑。 凌晨两点,我拖着箱子打算离开,门外突然传来江涛和婆婆的声音。 一阵嘻嘻嘶嘶的动静过后,婆婆说话了, 儿子,你什么时候让儿媳妇把那案子撤下去啊? 江涛说,再等几天,等哄他把户口本交出来,看他还怎么威胁老子。 也是,女人家就应该以福为天,你这媳妇倒好,把家里给闹得鸡犬不宁,自己肚子不争气,还把我给告了,哪有媳妇盼着婆婆坐牢的。 说到这,她语气越来越冲,幸好那死胎是个不值钱的女娲,要是个男娲,真是把她卖了都赔不起,果然没花钱的东西都不是好货,等她折腾不起来,你可要好好地收拾她一顿。 我站在门口,气得浑身颤抖,原来我在他们眼里的价值就是生男孩,原来我想着体恤江涛,不要彩礼的行为,却被当成了倒贴的烂货。 明明当初是江涛极力劝说我不要财礼的,没想到真正答应了,竟然被他们这样想。 我恨不得现在就出去手撕了他们,却听婆婆话风一转,压低了声音说,你要不离婚,她现在就是个不能下蛋的母鸡,以后怎么要孩子? 我愣在原地,摸上肚子,我以后不会再有孩子了吗? 这时,江涛又说,这还不简单,在外面生一个不救世了。 大脑当机,我胸口剧烈起伏,都快喘不过气来。 本以为这便是极限了,谁知道后面的话更是让我恨不得提刀杀人。 既然这样,为什么不直接离婚? 可别委屈了我以后的大孙子。 婆婆问,江涛得意地说,你傻呀。 她手里可还有套房子,她爸妈那么有钱,她存款肯定也有不少。 况且,江涛语气变得很辣,我为他们家累死累活地工作了这么些年,得到点东西是应该的。 婆婆也附和道,就是,说什么给你找的这份工作费了多大的劲,骗鬼呢? 不过就是表面看着光鲜,本质上不就是把你当苦力使唤。 我已经被这两人的无耻程度刷新了下线。 和江涛结婚不到半年,她就没了工作,求我为她想想办法,其实就是想让我找爸妈脱脱关系。 可我的爸妈不喜欢江涛,为了她我很久都没和娘家那边联系。 因为这是,没少受爸妈言语的挤兑,可爸妈终究舍不得我吃苦,送了不知道多少礼,求了好几层关系,才把江涛弄到了公司经理的职位。 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想不到,为人办了事,不仅得不到点好,还被恨上了,甚至被惦记上了口袋里的钱。 偷听到的这些话对我打击实在太大,我在地上坐了整整一宿。 这一晚,我想了很多,结婚时父母失望的脸,肚子里没有活下来的孩子,没有虔诚的未来,最后全都聚集到了江涛和婆婆面目可憎的脸上。 我眼里透出强烈的恨意,咬牙发誓,我要江涛和婆婆不得好死,家破人亡。 接下来的日子,风平浪静,我不但还住在家里,并且一早就把婆婆的案子撤了。 江涛试探离婚的事实,我也二话不说,直接上交了户口本。 他们都以为我已经被哄好了,甚至比以前还要贴心听话,对我满意的不行。 却不知道,我已经为他们设好了精密的陷阱。 趁家里没人的时候,我在客厅悄悄安装了一个针孔摄像头。 等一切安排好后,我以散布的名义把婆婆约去了公园。 走在石子路上,我挽着婆婆的手,面露溃涩,想起我前段时间做的浑事。 我真觉得对不起妈,你可以原谅我吗? 这几天我,极尽讨好,婆婆每天看着以前跋扈不听管教的儿媳妇这么伏地做小。 怎么能不开心,当场便说,都是小事,我已经原谅你了。 我舒展开眉眼,那就太好了。 为了感谢妈,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吧。 我把她带到我特意找的中年男人面前。 婆婆还愣着,我已经把她推了出去。 婆婆反应过来,看着中年男人壮硕刚毅的脸,瞬间羞红了脸。 她不好意思地退回来。 你,你这是干什么?我都这么大岁数了。 我满脸不赞同。 妈,你为了这个家已经付出太多了,现在该想想自己的幸福了。 我坚定地再次把她推了回去,随后装作走了的样子,在远处偷偷地看着两人。 我走后,婆婆扭捏了一会,便很快沉浸在了中年男人风趣幽默的话术里。 这男人完全是按照他的喜好长的,由不得他不喜欢。 看到两人谈笑风生,我满意了。 笑吧,现在有多开心,以后才会有多惨。 从这天起,婆婆开始早出晚归,每天更是手机不离手,随时看着手机笑个不停。 一周后,我收到了中年男人的消息。 由我提供的信息,中年男人了解婆婆的所有喜好。 她这么多年,就靠着骗那些大妈大婶的钱过日子,早练就了一身本领。 当我拿着钱找到她的时候,中年男人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 二十多岁就丧夫的婆婆在她划分的领域里,属于极度缺乏关爱的最佳目标,最好上手。 我打开手机一看,里面是一段录像。 婆婆依偎在中年男人的怀里,接受了她的表白。 速度比我想得要快,计划的进展很顺利。 我很高兴,顺手发了两万过去,算作奖金。 婆婆春风满面的样子,时间短江涛可能还不会留意,时间一长,江涛开始起疑。 她试探着说,妈,你最近是有喜欢的人了。 婆婆愣了一会,随后立马否认道,没有啊,我才没有喜欢的人,我心里可只有你爸。 我装作诧异地看向她,婆婆连忙低头跑饭。 晚上,我被婆婆拉到一边,她拉着我的手说,儿媳妇,我和她的事你可一定不能告诉小涛。 我心里冷笑,面上露出一副疑惑的表情。 为什么?我相信老公不会阻止妈追求幸福的。 才怪,江涛那个面子比天大,心眼小得装不下一厘米的人,怎么可能接受母亲再婚。 婆婆沉默了,显然也了解自己儿子的性子,没有再说话。 我当下答应了,转天故意弄坏了婆婆的手机,婆婆找到我帮忙看看。 我说了句不会休,顺手就把它拿给了江涛。 江涛倒过了半天,神情开始烦躁,手机上突然连续弹出了好几条微信消息。 在干嘛?吃饭了吗?我有些想你了,明天在公园见一面吧。 我想和你说件事。 我时刻观察着江涛的表情,那些我特意设计过的暧昧话,成功让江涛变了脸色。 江涛阴沉着脸,把手机甩在了沙发上,转身回了卧室。 第二天,我收到了中年男人的消息。 刚放下手机,家里的门被邻居敲响。 他告诉我,江涛和人在广场上打起来了。 我到地方后,事件中心的两人正打得激烈。 说是打架,其实是江涛单方面被打。 中年男人一脚把扑过去的江涛踢在地上,看到我来后,专往不会留下痕迹的地方猛踹。 婆婆低着头站在中年男人身后,没有看地上的江涛一眼。 在中年男人又连续揍了好几圈之后,我走了过去。 在暗地里给中年男人抛了个眼神,他松开脚,我把江涛从地上扶了起来,脸上满是心疼。 冲着中年男人吼道,你这个半截入土的老不死,为什么要打我的丈夫? 中年男人回,他先动的手。 围观群众听到我们俩的对话,哄堂大笑。 江涛更是气得嘴都歪了,本就面目全非的脸,此时更显滑稽。 中年男人半截入土,那被他一拳撂倒的年轻人江涛不就成了笑话。 江涛一下子把我推开,满眼狠利,你个贱男人,竟然敢泡我妈,还当着我的面和我妈表白,我没打死你,就是轻的。 江涛嘴里放着狠话,看见中年男人抬手,却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。 这时,一直在旁边低头不语的婆婆突然冲了出来,你够了,我结婚第二年就死了丈夫,辛苦地把你养到这么大,我现在想结婚,为我老了以后做打算,还要经过你的同意吗? 婆婆的爆发让江涛愣在了原地,她不敢相信,从小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妈妈竟然会站在一个陌生男人那边。 愣神过后,便是汹涌地怒火,她气得脸上青筋爆起,完全没有了平日里的斯文形象,开始破口大骂。 婆婆气得说不出话来,眼里满是失望,她从小疼到大的儿子,怎么会见不得她好? 中年男人趁机把婆婆抱在怀里,温柔地安抚婆婆激动的情绪。 江涛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在男人的安慰下被带走,已经骂都骂不出来。 我带着她,装作愁苦的样子,在围观群众的指质点点中把江涛带回了家。 这天之后,婆婆和江涛成了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,江涛不孝顺的名声被传了个遍。 我听了个乐呵,还时不时把外人说的各种难听的话说给江涛听。 江涛一连几天门都没出过,我转述的话越过分,母子间的隔阂越大。 几天之后,婆婆回家了。 她不但没了以往灰头土脸的样子,穿着打扮还和以往完全不同,精致了许多。 反观江涛,胡子拉叉,狼狈不堪。 两人又一次爆发了激烈的争吵,这一次,江涛直接癫狂地把自己亲妈的头打出了血。 婆婆住院了,江涛终于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,生出愧疚,每天跑上跑下地照顾着。 眼看母子俩像是要破冰,我怎么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存在? 直接拜托老爸给江涛找了不少事干。 江涛忙得没空去医院,中年男人在我的叮嘱之下,成了天天往医院跑的人。 我去给婆婆送饭,顺便上点眼药,拿出保温盒里撤掉了外卖盒子的鸡汤。 我递给婆婆,说,这可是我亲手熬了四个小时的汤,妈快喝了补补营养。 我看着婆婆围着纱布的头,心疼道,老公也真是,怎么能对妈动手呢? 妈只是去寻找自己的幸福,怎么会有看不得自己妈过得好的儿子啊? 对吧,爸。 我冲中年男人教导。 婆婆刚因为我上一句话沉下去的脸,由音转情,看向中年男人的眼神满是信赖。 这段时间,中年男人天天跑前跑后,两人的关系比以往更加亲近。 两人柔情蜜意,中年男人体贴地为着婆婆喝粥,看起来深情款款。 我脸上笑着,笑意却不达眼底,该开始下一步计划了。 婆婆出院后回到家,我对婆婆照顾得无微不至,她每天都说我对她多么多么的好。 以后要拿我当亲生女儿对待。 我信了,结果没过多久,中年男人告诉我,婆婆在托她给江涛找对象。 人前表现出被感动得不行的样子,背地里转身就能给一刀。 婆婆如此的死性不改,我放心了,就要一直这样恶毒才好。 我下手的时候,才不会留情。 因为我的操作,这几天,面对江涛的讨好求和,婆婆一概无视。 热脸贴了几次冷屁股之后,江涛不乐意了,家里的气氛再次降至冰点。 我两边跑,表面劝说着两人和好,实际上字里行间都往人心窝子上戳,母子关系变得越来越差。 到最后,直接到了一对上就开骂的地步。 作为家里两人吵架的唯一观众,我每次都得感叹,中年妇女的嘴是真毒啊。 至少畜生,杂种这种连自己都骂进去的词,我是说不出来。 这天,婆婆吃完我特意为她熬的药膳,突然吐了。 我心生警惕,暗自观察。 之后,婆婆食欲越来越大,我找借口把婆婆送到了医院检查。 什么?我怀孕了? 婆婆震惊地吼道。 医生也很惊奇,我也没想到,你都这么大年纪了,还能怀孕。 我个人建议你打掉,毕竟你这属于超高龄产妇,生产会很危险。 婆婆犹豫不决,我在旁适时提醒,要不先问问爸的意见。 婆婆同意了,没有当场给医生回答。 中年男人从我这里知道了婆婆怀孕的消息,对婆婆比以往更加温柔体贴。 婆婆被哄得脸上的笑越来越多,心情顺畅了,中年男人看铺垫得差不多,求婚了。 我看完了中年男人发过来的视频,婆婆感动得泪流满面,中年男人温柔得轻红。 我内心暗叹,看起来可真是一对恩爱的中年夫妻,谁能想到,这两个人不过才认识半年多。 几天后,婆婆喜滋滋地把我拉到旁边说,她和我求婚了。 我惊喜道,真的,爸真爱你。 婆婆又迟疑道,不过,她说要留下这个孩子,我还是不太想。 她又顾虑,毕竟我这么大年纪了,别到时候孩子生不下来,人也没了。 怎么会呢?我不会让你死得这么轻松。 我安慰她,不会的,就凭妈你现在怀孕了,也能知道你身体是很好的,现在年轻人结婚本来就晚,高龄产妇多了去了,不会有事的。 婆婆依然在迟疑,我眼里闪过一丝讥讽。 我生孩子时,她全然不顾我的性命,到自己这里倒是顾虑重重。 我掩饰好自己的情绪,说出早就准备好的话。 妈,我以后不会再有孩子了,等你这个孩子生下来,以后可以给我养老,到时候我把自己所有的遗产全都留给她。 婆婆很惊讶,随后狂喜道,真的? 她高兴到完全没有在意我为什么会知道自己不能怀孕的事。 真是着急呀。 我点头肯定道,当然,我总要为自己的以后做打算。 婆婆这时才反应过来,问,你为什么说自己以后不能要孩子? 她盲撞出一副疑惑忧心的表情,可眼里的高兴怎么也压不下去,假的不行。 我叹了口气,前段时间生病,我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我的。 婆婆做出一副惋惜的模样,她先是安慰了我几句,随后立马附和我先前的话, 那你确实要为自己老了以后做打算,总得有个人可以送中。 她摸摸肚子,一脸勉强的表情,那为了你的以后,这个孩子我就生下来了。 我内心轻潮,转过脸感动地说,妈,你对我真是太好了。 既然决定生下来孩子,我接下来的计划就简单多了。 孕妇当然需要人照料,我主动提出照顾婆婆,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 就算我不说,她也会主动找我。 对于这母子俩的嘴脸,我再清楚不过。 有免费的劳动力,她们绝不会多花一分钱。 婆婆的肚子渐渐显怀,刚吃完晚饭,我把熬好的药膳端给她,妈,趁热喝。 婆婆看着我,笑容顿了顿,把手机朝下盖在了被子上, 你看你,下次叫我出去喝就行,随便进人房间不太好。 她像是完全忘了自己当年在我结婚时半夜闯进婚房的事,这么教训着我。 我乖乖点头,哄着婆婆把一整碗汤全部喝完了。 这些日子天天大鱼大肉,时不时还有药膳补汤,婆婆整个人都胖了一圈。 才三个月的肚子,看起来比别人五个月的都大。 婆婆没有察觉到异样,反而因为突然清闲了下来,又开始给姜涛找起了女人。 在她心里,不管和儿子闹成什么样,香火不能断。 上次她托中年男人帮忙,我让她故意找了些家境不太好的,婆婆当然一个都看不上。 明明自己就是从农村出来的,却比有钱人更加狗眼看人低。 她找得非常用心,听中年男人说,还挺着个大肚子亲自去打听。 可她忘了,她肚子里现在怀着个仔,在我的悉心照料下,可走不了那么远的路。 婆婆在路上摔了一跤,住进了医院。 姜涛听到消息赶到,这才知道了她妈怀孕的消息。 这些日子,她忙得发火,要签的,当不是这个要反悔,就是那个出了问题。 听到自己亲妈摔跤,虽然最近关系不好,还是请假来医院看了。 谁知道一看,给了她这么大的惊喜。 姜涛脸上青筋抱起,气得发昏,你这肚子是怎么一回事。 我插话道,你要有弟弟了。 姜涛崩溃了,冲着婆婆吼着,你能不能长个脑子,这么大年龄还要生孩子,我都还没生,你让这杂种叫我哥还是爸。 你要是不打掉,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妈。 在婆婆心里,她本来就是为了自己儿子才进的医院,没想到得不到点好,还被骂了,怎么可能高兴,我算是看明白了,辛辛苦苦把你养大,竟然生了个白眼狼。 她拍着大腿哭嚏着,我真是个命苦的呀,二十几岁死了老公,现在从小养大的儿子也不认我这个娘啊。 老天爷,我怎么这么命苦啊? 动静闹得很大,围观群众开始对姜涛指指点点。 就是,这么大个儿子,你妈养你这么大,怎么反过来还不认娘呢? 真不是个东西,亏还穿得人母狗样,就应该一道雷给你劈死。 姜涛气急败坏,却又无可奈何。 大庭广众之下,她本就要面子,推胎人群跑了。 这一闹,婆婆也没再提过给姜涛介绍女人的事。 两人关系破裂,出院后,姜涛也没再回过家,月份越来越大,婆婆大多数时候都待在家里。 到第七个月,婆婆的肚子已经夸张到影响了她的行动。 她生产过,终于意识到自己肚子带得不太对劲。 更让她惶恐的是,中年男人对她越来越冷淡,求婚之后也没有和她商量过后续的事情。 她去催的时候,几次三番被中年男人敷衍过去。 在连续几天没有收到过中年男人的消息之后,婆婆坐不住了,找上了中年男人的家。 她的肚子已经大的走路都开始困难。 走到中年男人门口的时候,屋子里正在搬东西。 中年男人看到门口的婆婆,搬家的动作不停,把婆婆无视了个彻底。 孩子已经到了打不掉的月份,只要应约定离开,她就能拿到尾款,已经没有演戏的必要了。 婆婆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,始终没等到中年男人像以往一样来哄她。 几日联系不到人的怒火爆发了,你是看不到我吗? 几天都不回消息,你在忙什么? 中年男人终于停下了手里的动作,人是那个人,眼里却不见丝毫暖意,我们不合适。 就这么分开吧,你以后别再找我了。 婆婆愣住了,好半天才反应过来,你说什么,我还怀着你的孩子,你前段时间才求了婚,怎么现在就要分开了? 中年男人掏了掏耳朵,不以为意道,我孩子多了去了,孙子都有几个了,不差你那一个。 她懒得纠缠,不耐烦地挥了挥手,拿着收拾好的行李越过婆婆往楼下走。 婆婆脸色挥败,怎么都不敢相信以往对自己温柔体贴的男人会这样对她。 直到中年男人把行李放到货车上,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,这个男人骗了她。 婆婆亮呛地追下楼,中年男人正在给雇主发消息。 被婆婆抓住手臂的时候,中年男人一脸高兴地收了尾款。 拿到钱后,为了安全考虑,中年男人更加没时间和人纠缠,直接道,我根本就看不上你,要不是为了钱,看都不会看你一眼,死老太婆,别再缠着我。 婆婆胸膛剧烈起伏,半天说不出话来。 中年男人甩开她的手,婆婆跌倒在地上,痛苦地捂着肚子。 中年男人冷漠地看了眼地上嚎叫的婆婆,嫌弃地拍了拍衣服,坐上搬家公司的车,扬长而去。 中年男人工作静夜,转头就把婆婆找她的事告诉了我。 买完菜回来,婆婆已经回到了家。 她坐在沙发,眼泪鼻涕流了一脸。 一看到我,婆婆哭着求安慰,明明说好生完孩子就结婚的,她怎么能骗我,把我扔下就跑了。 我放下手里的菜,随口说,可能怀疑你怀的是女孩。 婆婆连忙否认,不可能,我都找人算过了,是男孩。 我头也没回地说,那就不知道了。 自婆婆怀孕以来,哪见过我这么敷衍的态度。 她本就担忧自己现在的状态不太对劲,又刚经历了被抛弃的打击,直接怒了,你能不能好好听我说话? 耳朵长着是摆石呀。 我终于转头看向她,你要我说什么? 对,她跑了,终于把你这个老太婆丢了,这样可以吗? 婆婆愣了一下,你敢这么和我说话? 我当然敢,大清早亡了,就算没亡,你这德性也当不了太后,我不但敢对你,还敢骂你,死老太婆。 被相好的抛弃,往日听话的媳妇也突然叛逆,婆婆气急攻心,想回骂,肚子突然疼起来。 我冷眼旁观她的哀嚎,终于让我等到了。 每天特意为婆婆准备的食谱,足够她在气急攻心的情况下早产。 她捂着肚子,让我送她去医院,我说,憋着吧。 现在可不是生孩子的好时候。 她愣了,因为这些话实在太过耳熟。 婆婆终于反应过来,一脸不可置信,你,你在报复。 我冷笑一声,怎么会呢? 你又没做错什么,是我自己不争气罢了。 所以,如果你今天死了,也只能怪自己没本事活下去。 婆婆慌了,拉着我的裤腿,开始求我。 我无动于衷,好意提醒道,我是不会帮你叫人的,不过为了不坐牢,我可不会抢电话,耽误你求救。 婆婆听完,急急忙忙地把电话打给了姜涛。 半个小时后,姜涛到了。 一看见自己的儿子,婆婆像是终于有了主心骨,肚子疼都顾不得,指着我一脸怨毒地说,这个贱人想报复,他要害死我们。 儿子,你快报警抓他。 我捂着嘴,一脸不可置信。 妈,你怎么能这么想我? 我都把我财产的继承人名字写了你肚子里的孩子,怎么会害你呢? 说起这个,婆婆破口大骂。 妈,你这个贱货,现在竟然还在装样子,等我好了,一定要弄死你。 我已经在婆婆面前露出了真面目,婆婆当然不会信,可她信不信,现在已经不重要了。 姜涛一脸阴沉地站在门口,婆婆说完这些话后,她半天没有动静。 妈,她说,把财产给你肚子里的孩子,你要了。 婆婆抬头看着姜涛,嘴里还在骂着,这件蹄子是骗人,她就是想害死我们,根本不会把财产给我肚子里的孩子。 姜涛看她这个样子,肯定道,你要了。 婆婆情绪激动,所以从始至终没有注意到姜涛受托了刑的沧桑样子。 我确实知道原因的。 姜涛的公司最近在准备上市,她忙里忙外的就准备升官,谁知道自己的位置却突然被别人顶替了。 老板不知道从哪知道了她妈要生孩子的消息,觉得她以后的经历肯定不会放在工作上,逼得她辞职了。 这当然都是我安排的。 她被赶出公司,也不想回家,一直在外流浪,直到被婆婆的电话叫了回来。 工作上的打击已经让她濒临崩溃,和婆婆的关系虽然不好,但到底是自己的妈,她肯定还是有感情的。 现在知道,爱自己的母亲竟然只想着肚子里没有出生的孩子,抛弃了她。 从小被婆婆溺爱着长大,所有的要求都会得到满足,现在怎么能忍受自己的母亲不要她? 我知道,以姜涛的性子,她会疯的。 我在旁甲哭着,一副被污蔑的伤心模样。 姜涛突然对我说,你先出去叫人帮忙,我看着妈。 她面无表情,眼里却是压抑到极致的恐怖情绪,浑身都透着危险的气息。 我点头答应,抽抽叶叶地走了,身后的婆婆还在骂着脏话,丝毫不见收敛。 我走到电梯口时,婆婆的尖叫声传到了耳朵里。 我没去叫人,而是下了楼。 外面阳光明媚,我没有再回去。 几天后,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姜涛的消息。 他杀人了,杀死了自己的亲生母亲,连带着害死了自己那位出世的弟弟。 事件之恶劣,上了当地的法制专栏。 电视里播放着监控录像,姜涛只是抢走了婆婆的手机,坐在地上,看着自己的母亲咽了气,随后太过血腥的画面,并没有被放出来。 可我是看过的,因为监控视频是我匿名寄到警察局的。 一收到视频,警察立刻出警,现场的血水他都还没处理干净,就被抓了。 人证物证据在,社会舆论逼迫下,法院作出判决。 故意杀人罪,江涛被带走后,我去警察局领了被藏起来的户口本,直接去了民政局。 工作人员知道,我的丈夫是杀母凶手江涛,几乎是一路开绿灯。 我在他同情的注视下,走出了民政局。 南方家没了人,分配财产的时候,都没怎么费劲。 江涛直接净身出户,我不但得到了我所有的嫁妆,连江涛户下的那栋房子,也在律师的操作下分给了我。 我拿得毫不手软,过户的下一秒就挂到了网上。 因为里面死过人,价格压得很低,但不是我的东西,我丝毫不心疼,只想和过去的自己告别。 我回到了长大的城市,和父母破冰之后,拿着卖房子的钱开始带着父母四处旅游。 异地的风景真的很美, 而我被父母的爱包围,开启了新的生活。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三个故事,春节返程,刚走出大门,婆婆叫住了我,知道原因。 我瞬间失了眼眶。 我和老公当年在厂里上班的时候认识的。 老公长得其貌不扬,并且还不善言辞,因为我和他在一起上班。 所以,我们两个人都认识。 但是,那个时候,老公从来也没有向我表达过什么,他只是在工作中默默地帮助我。 当时厂里有一个帅气的小伙子在追我,他不但人长得帅气,听说家里还有钱。 而我和这个小伙子也出去吃过两次饭,他在我的面前能说会道,并且每次出去吃饭的时候,他都是抢着负账,不让我出一分钱。 经过两次接触,在那个时候,我已经把这个小伙子当作结婚对象考虑了。 然而,事情却发生了改变。 记得那年夏天,有一天傍晚,快要下大雨了,忽然刮起了大风。 我下班的时候,刚刚走到公司楼下,忽然听到头顶上有动静,我抬头看了一眼,但是,已经晚了,因为从阳台上掉下来了一个花盆,刚好砸到了我的脚上。 我一下子没有站稳,直接就坐在了地上。 当时,老公刚好下班,他二话不说,直接就把我扶了起来,但是,因为我的脚太痛了,一步路也走不了,只能不停抹着眼泪。 老公看到这些之后,他毫不犹豫地弯下腰,准备背着我去公司外边的医院。 老公的个子不高,看到他准备背我,我有点不知所措了,我们公司离外边的医院还有点距离,他怎么背着我去医院? 因为那些年还没有电动车,我们上下班都是骑着自行车,我的脚疼得厉害,不停地哭着,再加上已经开始下大雨了,自行车后边也坐不了。 有两位同事准备去厂后面的车子棚里面,把自行车骑过来,但是,老公想早点带着我去医院,他不想再耽误时间了。 当时,老公看到我哭得满脸都是泪水,他直接让我趴在背上,背着我就走。 临走的时候,我回头看了一眼,发现请我吃饭的那个小伙子也站在人群中,但是,他却无动于衷。 过后,我才想起来,或许他害怕我将来变成瘸子,所以才对我不管不问。 那次,幸亏只是皮外伤,我在医院缝了几针,并且还住了一个星期,老公跑前跑后地照顾了一个星期。 出院后,我又在宿舍休息了几天,才去上班。 我在宿舍的那段时间,老公经常让宿舍的朋友给我带各种好吃的。 上班之后,我就和那个长得帅气的小伙子分了手,开始和老公交往下去了。 经过接触之后,我发现老公虽然长得不帅气,但是,他心系,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责任心。 于是,那年春节的时候,我就带着老公回去见了我的父母。 我的父母一直想让我找一个家里有钱,并且还帅气的男朋友。 他们看到老公之后,也是不停地叹着气,因为老公不但长得其貌不扬。 而且,家里也很穷,因为老公家里弟兄三个。 那年,小叔子还在上学。 但是,我的父母和老公接触之后,他们发现老公的上进心很强,带人接物也很实在。 于是,我的父母就同意了这门亲事。 后来,老公又带着我去见了公公婆婆。 当我跟着老公兜兜转转地到了老公的家里之后,心里也有点难受,因为老公的家里连一间像样的房子也没有。 婆婆正在厨房里面做饭,那个厨房看着也很简陋。 那天,婆婆在厨房里面做了炒鸡,又炖了排骨,并且还去镇子上面买了酱牛肉。 因为婆婆一个人忙不过来,她还把邻居张嫂请到家里帮忙。 后来,老公告诉我,因为牛肉太贵了,就算是过年的时候,婆婆也舍不得买牛肉吃。 但是,当她知道我弟,一次上门,婆婆就毫不犹豫地去镇子上面买了二斤酱牛肉。 看到一桌子丰盛的饭菜,我的心里也很感动,婆婆家里虽然穷,但是他们一家人一直都很尊重我,被人重视的感觉真好。 后来,老公带着她的父母来到了我家提亲,当我的父母和婆婆商量彩礼钱的时候,婆婆一下子就哭了。 亲家,我有三个儿子,前几年给大儿子娶了媳妇,现在小儿子还在上学,如今二儿子就要结婚了,我的手里拿不出来那么多的钱啊。 我只能拿出来两千元,等到雅琴结了婚之后,我们如果有钱了,一定会补偿给雅琴,别人家的儿媳妇有的,雅琴也一定会有的,婆婆一边哭着,一边说着。 我的父母本来就知道老公的家里穷,他们当初也是看上了老公的为人,对于彩礼钱,他们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。 于是,我的母亲就不停地安慰着婆婆,彩礼钱只是一个过程,无论她给多少钱,彩礼都行,两千元钱就行。 结了婚之后,让我把彩礼钱重新带回婆家。 后来,我和老公结婚的时候,也是在婆婆家的瓦房子里面,因为我和老公一直在外地上班, 所以,平时我们两个人也很少回家。 然而,只要我们两个人回老家,公公婆婆都会热情招待,他们把自己认为醉,好吃的都拿出来招待我们。 等我们走的时候,婆婆还一个劲地让我带走各种各样的菜,她不停地说着,现在的钱太难挣了,你们两个人在外地租房子住,就连喝一口水,也要花钱。 听说外地的各种菜很贵,带着我们种的菜,虽然路上坐火车麻烦一些,但是,你们就会少花不少的钱。 我知道婆婆的心里有我们,所以,每次我们回家的时候,都会给公公婆婆买来各种好吃的和衣服,并且临走的时候,还要给婆婆留一些零花钱。 记得我嫁给老公的弟,三年,在我生日的前一天,婆婆和公公坐火车来到了我们的出租屋。 那天的天气很热,婆婆的脸都晒成红色的了,公公还背了一袋子菜。 我急忙去屋子里面切了西瓜,想着让公公婆婆先吃着,但是,婆婆却不急着吃西瓜, 她哆哆嗦嗦地从口袋里面拿出来了一个小包,一层一层地打开,里面有一条金项链。 亚琴,你三年前结婚的时候,我们的手里也没有钱,只给你买了戒指和耳环。 我的心里一直过意不去,现在我们的手里存了一些钱,这是我托人去市里买的项链。 我想着你快要过生日了,我们也没有什么送给你,这条项链就是我们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 婆婆用粗糙的手拿起来了那条项链,笑咪咪地递给我。 看到公公婆婆满头白发,并且婆婆的手上因为常年在地里干活,都是粗糙的口子,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润了。 因为婆婆虽然任劳任怨了一辈子,但是她从来也没有戴过任何的首饰,她只想着给我买项链。 后来,经过我和老公的努力,我们两个人在工作地买了房子。 只是买房子的时候,我的父母出了不少的钱。 因为我们买的房子离婆婆的老家有点远,所以我们平时也很少回家。 只是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,我和老公才会带着孩子回家。 我想着把公公婆婆接到新房子里住,但是他们总说自己离不开老家,离不开熟悉的左邻右舍,住到市里自己也不适应。 这几年过年的时候,每次只要我们放假,我和老公都会开着车回老家过年。 而我们每次回家的时候,婆婆都会提前把被褥晒好,并且还会把我们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。 我们每次回家,都能舒舒服服地睡一个觉。 因为长时间不住人,房间里面都是灰尘。 过年的前夕,我都会带着婆婆去赶集,我们两个人会商量着买各种年货。 每次开始付钱的时候,婆婆都会抢着付账。 但是,我怎么会让婆婆付钱呢? 我都会交代卖年货的店家,让他们不要收婆婆的钱,我给他们付钱。 经过几次这样的事情之后,婆婆再也不抢着付账了。 她每次都会笑咪咪地告诉大家,这是我儿媳妇。 这几年,每次回老家过年的时候,我们除了买年货之外,都会给婆婆发两千元零花钱。 今年春节回老家的时候,我和往年一样,给公公婆婆买了一身新衣服。 等到走亲戚那几天,我开着车,带着公公婆婆到处走亲戚。 因为老公家的亲戚很多,所以,如果哪一位亲戚提着礼物来看婆婆了,我们都会按照往年的惯例,把那些礼物送到别的亲戚家里。 如果有些礼物不够用了,我都会重新去镇子上面买礼物。 我每次买礼物的时候,婆婆都低着头,一句话也不说。 春节的时间总是很短暂,随着时间的推移,已经过了初五,又到了返程的日子。 我和老公准备初六返程,因为我们算了一下时间,因为路途有点远,我们两个人初六早起出发,当天晚上尽量到家,初七在家休息一天,趁着把家里打扫一下,刚好跟上初八上班。 为了在路上能集中精神开车,我初五晚上就早早地睡觉了。 等到初六早上四点的时候,我就起了床,因为那个时候天还没有亮,我不想影响公公婆婆休息,就捏手捏脚地走出了屋子。 谁知道,我刚到院子里面,就发现厨房里面亮着灯,并且还听见轻微的响动声。 我有些诧异,这么早,谁在厨房里面做什么? 我走到了厨房门口,听到婆婆小声地说道,你炸红薯的时候,把锅盖盖上,要不然油炸红薯的声音有点大,把雅琴吵醒了怎么办? 他们今天就要走了,想着让他们好好地休息一下。 我推开厨房的门,发现厨房里面热火朝天地正在忙碌着,公公站在液化器旁边炸红薯,婆婆正弯着腰在案板上面包饺子。 估计公公婆婆很早就起床了,因为案板上面已经包了不少的饺子,公公旁边的盆里面已经炸了不少的红薯。 亚琴,你这么早就起床了? 我们想着今天早点起床,炸点红薯让你们带着走,万一高速路上堵车了,你们在车上也有吃的,不会受苦的。 还有,这些饺子都是你们喜欢吃的猪肉大葱馅的,这可不是今年春节的盛饺子馅,是我昨天晚上重新做的饺子馅,婆婆开始不停地交代着。 听到这些话之后,我的心里一阵感动,估计公公婆婆昨天晚上就没有睡好,他们做好了饺子馅,已经很晚了,想不到我四点起床的时候,他们又包了这么多的饺子。 我急忙去叫醒了老公和两个孩子,婆婆开始在厨房里面下饺子,等我们刷好牙,婆婆已经把饺子端到了桌子上面。 我们几个人快速地吃完饺子,婆婆则是从厨房里面拿来了两个麻袋,还有一个大塑料袋子。 她不停地和我们交代着麻袋里面装着红薯,还有萝卜和白菜,塑料袋子里面装着红烧肉和带鱼,还有一些自己蒸的馒头。 我们到了家里之后,这几天就不用上街买菜了,直接在家里就能吃上饭。 听着婆婆细心地交代着,我也不停地点着头。 我觉得婆婆让我们带的各种吃得太多了,但是婆婆却说一点也不多,家里还有不少,只剩下她和公公两个人在家,根本就吃不完。 公公婆婆提着袋子到大门口装车,我拉着行李箱跟在后边,谁知道,我刚刚走出大门口,站到汽车旁边,婆婆就叫住了我。 亚琴,你回来一趟,我有事情和你商量。 当时,大门口的灯很昏暗,婆婆来到了我的身边,她拉着我的胳膊,小声地和我说着。 听到这些话之后,我有些疑惑,婆婆给我们的车上装了那么多的吃的,她还有什么事情呢? 为什么要小声地告诉我? 于是我跟着婆婆回到了家里,婆婆把我带到了她的屋子里面。 借着昏暗的灯光,婆婆从枕头下面拿出来了一个红色的塑料袋子,里面包得严严实实,婆婆打开了之后,里面出现了厚厚的一落子钱。 亚琴,这是三万元钱,都是你这些年春节给我的钱,我都没有花完,还有平时我们积攒起来的钱,一共三万元,你们今天就要回去上班了,这三万元你们拿走吧。 我的大儿子常年住在几千里地外,连着几年也不回来一次,小儿子估计也指望不住了。 自从和你弟,一次见面的时候,我就觉得你就是我的如意儿媳妇。 我们老了,要这些钱也没有什么用处,你们在外边的花销也大,并且还有两个孩子需要养活,这三万元是我们的心意,只要看到你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,我们觉得比什么都好。 婆婆一边把三万元递给我,一边小声地说着。 听到婆婆说的这些话之后,我瞬间失了眼眶,拉着婆婆的手,说什么也不想要那三万元钱,因为我知道公公婆婆住在农村,他们的生活一直都很节俭,这三万元来之不易啊。 然而,婆婆却一直坚持把那三万元给我,她不停地说着,我们的年龄也大了,平时记性不好,把钱交给你们,我们的心里才踏实。 听到这些话之后,我只好流着眼泪收下了婆婆的三万元,在我的心里,根本就不想花公公婆婆的钱,我只当是给他们保存着,公公婆婆的年龄也大了。 我想以后把这些钱用到需要的地方。 等我和老公开着车出了村子,天还没有亮,到处都是稀稀疏疏的灯光,我的眼泪就像一直也流不完似的。 我不停地和老公说,这次走了之后,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,我们要多回来看看公公婆婆,多陪陪他们,等到再过几年,公公婆婆的年龄大了,我们把他们接到我们家里养老。 请不吝点赞 And Crow